欢迎来到密尼苏达州大豆研究与推广委员会和密尼苏达州大豆生产者协会的办公室 我们代表密尼苏达州的27,000个大豆农民 感谢您购买我们的产品 我们的农民和我们的协会接近所能以确保提供高质量农产品 密尼苏达州大豆研究与推广委员会花费了很多心血 以确保我们选遇最优质的大豆 我们正在开发新技术 也推进可持续发展的耕作方式 来提高我们的产品质量 大豆的用处也越加广泛 比如说以前用途单一的大豆油 现在被使用在各种产品里 无论是我现在脚下的地毯 还是后面墙上的油漆 大豆油都在这些产品里 并在全世界更广泛地使用 但我主要想说的是我们的豆粿 我们的大豆和豆粿拥有世界上最高的品质 密尼苏达州的大豆通常具有较低的粗蛋白含量 但关键氨基酸才是优质饲料的基础 我们大豆中五个必须氨基酸含量非常高 我们大豆的品质与南美大豆一样好 即使它们粗蛋白含量更高一些 我们大豆为什么质量这么好呢 密尼苏达州的生长环境比较特殊 大豆生育期较短 天气也比较冷凉 这使我们大豆的收割 存储和运输都在低温状态下 对客户而言 这意味着大豆的品质可以保持不变 就像在超市购买冷藏食品一样 购买并加工低温状态下的大豆 可以保证产品品质 还有一个优势是中西部杂草压力较低 因此我们大豆的杂质也比较少 密尼苏达州的大豆有三大途径可以进入市场 首先我们有一个非常强大的畜牧业 这是因为我们的大豆质量高 如果我们的大豆质量较低 这里的畜牧业也不会生产这么多优质的肉 畜牧业企业家选择搬到这个地区 是因为我们大豆的品质 其他的大豆也可以向南运输 到新奥尔良 然后向往世界各地 我们大部分大豆都是通过美西口岸运往亚洲市场 美西县是我们出口到东南亚的最佳路线 到达美西的大豆主要生长在密尼苏达州 北达克他州和南达克他州 它们生长环境相同 因此产品的一致性更高 产品的质量也很高 我们希望您今年有机会购买我们的大豆 并见证它们的质量 今年我们这里的大豆生长条件非常理想 单产达到五年来最高水平 我们的收割条件也很完美 这是我们见过的最快的收割年份之一 这也有助于提高我们的产品品质 我们在收割过程中没有受到潮湿天气影响 从收割开始到结束 都是农民所希望的天气 这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收割天气 我们的大豆农民很高兴 可以继续保持和世界各地客户的联系 我们将持续为您提供最好的产品 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进一步建立我们的关系 并且增进彼此长久以来的信任和友谊 我们代表明尼苏达州的两万七千名农民 协会的办公室及工作人员 和其他幕后工作人员 感谢您的支持 并祝您2021年一切顺利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